HELLO 大家好 我是HELLO 今天和大家來到旺角 吃雞煲連火鍋 刺身 還有韓燒 如果研究 還有蒸海鮮 不要說那麼多 大家一起試一下 Let's go 我們目的地是兆曼中心的熊火 大家知道熊火是多食物 超過百款食物 可以任食 先講講交通路線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兆曼中心在旺角港鐵站 E2出口 一出一路直行 大約5分鐘左右 大家都認得在哪裏 馬上看看餐牌 看見都花多眼亂 很多食物 其實外面還有一路 先看看有甚麼價目 有三個類別 有優惠 經典和豪華 每一款可以選擇任食雞煲火鍋 或者中日任食 或者中日韓任食三料 不同時間都有不同價錢 你們自己慢慢參考 我不逐一說 今次我就是來試試這個經典 因為我是6點前過來 就是258元 就可以吃光中日韓了 三樣 你見到下面就是有列出來的 我不詳細說了 你們自己慢慢看 如果是星期五 六日 或者公眾假期 剛才你見到的價錢 每個加10元 另外還有加一服務費 可以吃的時間是120分鐘 外面還有其他自助配料和飲品 出去看看 這裡有醬料區 自助小食 自助火鍋配料有些軟類 腸和肉 可以燒 可以做火鍋 還有不同的蔬菜 自助火鍋配料區 飲品選擇不太多 有兩個櫃 有不同的飲品 有些韓式飲品 汽水 回來的啤酒比較多 這裡有喜力 有Ice 還有不同的茶 甜品就單一些 是一個本港牌子的雪糕 有不同的口味 今次餐廳叫我過來試試 經典這個 因為現在是6點前 價錢是$258 不過在鏡頭後面的觀眾 都同樣有優惠 只要你訂了的時候 就說是Hello的觀眾 就會有九折優惠 即是變數不需要加一 另外還有一個 如果夠大式 有一次性的蒸鍋 其實要另外加$30 但同樣說是我的觀眾 你訂了 就連這$30都可以不需要給 大家記得訂了我的時候 記得是Hello的觀眾 就會有雙重的優惠 第一部當然是試試刺身 其實它有13款刺身 即是標準的都有 譬如三文魚 背類 赤背 馬刀背 魷魚 八爪魚 欺凌魚 等等 都很多 不過重點 我覺得有兩樣東西 大家一定要吃 第一個就是這個赤蝦 我覺得多值得吃的 多肥美 你看到 賣相亦不錯 第二樣重點是 我的致愛 帶子刺身 你看到很厚 其實吃下去 當然不是那些極級好美的 但是也有鮮味的 還有咬下去都是黏黏的 屬於都是比較好少少的 最緊要它夠厚 所以吃下去更加滿足感 接著很忙 快快去吃完刺身 就是雞煲 雞煲都挺香的 挺多料的 你看 有些洋蔥 還有一些芫荽 看到有些洋蔥 應該有些薑 等它煮完 再試一下 看看是甚麼味道 但是聞起來都很香 不停飄上來 不過雞煲 記得一邊煮 要一邊煮 要一邊煮 要不然一焦底 就麻煩了 就不好吃了 另外這個 海鮮蒸鍋 每人加$30 不過如果你是我的觀眾 就可以免費 不需要加錢 都有這個海鮮蒸鍋 每人一隻大元貝 兩隻生蠔和兩隻蝦 真的沒浪費時間 一邊煮雞煲 一邊煮海鮮 雙管齊 這個雞很香 不過我覺得有少少辣 即是我沒有選辣度 它偏香 應該是 淡仔的五小辣 差不多 我覺得有少少辣 攝影師應該吃不到 這個 我煮的時間就剛剛好 雞都很滑 蒸了7分鐘 完成了 嘩 很厲害 海鮮的海鮮 海鮮的海水味 湧出來 嘩 先嗅一下 看一隻圓背 多大粒 你看看攝影師的手 在旁邊 相對 攝影師的手就很小 很大粒 還有它很鮮甜 當然 都要炸一讚自己 蒸的火 剛剛好 大概7分鐘左右 大致上都熟了 所有東西都 還有很鮮甜 咬下去 加上蒜蓉 很香 生蠔 同樣有些蒜蓉 挺大隻 看看 都脹粑粑的 生蠔都很新鮮 挺有鮮味 還有海蝦 每人兩隻 海蝦都挺大隻的 不過最好吃的 都是原配 還有生蠔 吃完刺身 雞煲 還有蒸海鮮之後 不要浪費時間 立即進入第二階段 就是立即加湯 打火鍋 還有另外那邊 就是韓燒 吃神 左右開工 沒有浪費時間 火的配料 真的很多選擇 選了一些特別的 例如田雞 其實田雞 也挺少有 還有田雞 除了火鍋之外 還有韓燒 也應該不錯 還有雞子 還有這個 也很少有 這是雞腸 黃黃色 有雞腸 當然有鵝腸 海鮮 有蝦 沙白 還有鮮片 鮮片 除了火鍋之外 其實韓燒 也應該不錯 還有脆肉丸 還有脆肉腩 這是他們自家製的 就是蝦滑 還有麥魚滑 哇 好豐富 還有內臟類 我最喜歡吃的 豬潤 還有粉腸 吃肉獸的 我當然不少 牛肉 還有羊肉 都是兩邊 左右開工 牛肉 牛肉 就是牛板 那些 這一定要試 我覺得雞腸 比較少有些 做火鍋 其實現在也比較少有些雞腸可以買的 外面 我喜歡吃雞腸 因為比較煙韌 容易咬 鵝腸相對硬 少許 不過都是屬於容易咬 還有肥膏 都有滿足感 還有田雞 我也要試 因為外面比較少 還有很有彈性 田雞 也挺新鮮 除了火鍋之外 一會兒 我也要試一下 用來燒烤 比較一下 應該燒烤 就更加香 燒烤當然是燒牛仔骨 和羊架 燒得很漂亮 這件牛仔骨 好香 牛仔骨 好香 牛仔骨 醃得很好味 鹹了少許 不過 好入味 還有 其實都很容易咬 羊架 羊架也是很好味 它很容易咬 亦都很軟 不過它帶有微微的羊酥味 我自己就喜歡有少少的 如果很強的那些 就接受不到 但它少少又更突出些 還有羊 都不需要燒到全熟 燒到大概六七成都可以 好 就燒田雞和燒鮮 燒田雞腿 你看看 燒得很漂亮 也很香 很好味 大家都知道 田雞有點像雞肉的味道 但更加緊緻 燒完之後咬下去也很紮實 比起火鍋會更加緊緻 肉 火鍋沒有那麼緊 但這個燒完會更加緊緻 更加有咬口 個人喜歡燒多一點 韓國也很喜歡燒鮮 好像真的去了韓國 因為鮮始終有點油份 燒的時候更加逼出來更加好吃 還有它有少少脆口 這隻鮮很新鮮 好吃 這裡有很多食物 真的很忙 但很滿足 大家可以參考我的工量 吃盡它 左右開工 用完我的優惠就更加划 這次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大家知道怎樣做的 約定你下條影片再見 再見 拜拜 周圍